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难忘它的沿途与苍茫 在这片大地上人与此人的和谐共生 这一切近在乡土发现大美新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乡土的系列节目发现大美新疆 行走在人文璀璨的南疆 你会发现一座一座让人流连忘返的古城 它们如同散落在沙漠边缘的一颗一颗珍珠 那刹车呢就是其中的一颗 它地处新疆西南部 昆仑山北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原 远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刹车就已经是西域文明辖尔的一个部落国 曾经是刹车国 瞿沙国 耶尔强韩国 古都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编导呢将带您一起走进刹车 去寻找那留存千年的古国神韵 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这一次刹车之旅呢 却是从一次特别的邂逅开始的 其实啊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特别的关注啊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好看的 好吃的 哎 用我身体全部的器官来品味这个地方的味道 但是这里有一个潜意条件 就是你啊 得找一个靠谱的当地人来做向导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的刹车 哎 就得找一个能够了解刹车这个风土人情的 而且呢 懂为语会讲汉语的人 这个人呢 还真不太好找 不是你 你谁啊 咋哪来啊 我从上面来 我是阿凡迪 不认识的 上边 哎呦 这挺大一房子 对不对 怎么 这上面是王陵啊 是啊 你电视剧看多了玩传乐呢 人家阿凡迪有驴 你驴呢 哦 你说的也是 我在跟你开玩笑 我不是阿凡迪 我是现实的普通的一个人 啥这人 我是上目光传城中心 主任叫伊利汉姆 哦 我觉得你找像我这种的人 不是你凭什么时候找你就合适呢 我在这工作文化文物方面三十多年 我比较了解 刹车 你要是不幸 到我家里去看看就知道了 哦 上我们家看看 那行走着 走 伊利哈姆说他们家呀 有一个小型博物馆 进去一看 那叫一个破呀 什么破壶破罐破葫路 破书破琴破浪谷 怎一个破字了得呀 可人家伊利哈姆说了 你不懂 越破越有文化 跟我们谅谅 都有什么宝贝呀 我这里面宝贝比较多 这还盖着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王菲阿曼尼萨汉 十五世纪 他的书稿 书稿 怎么落你手里了 这有一个秘密 这方面我不能跟你说 其中有蹊跷啊 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 哎 这个 这我认识 你认识 这肯定是国王用的火锅 不不不 这是现代的 你现代的你摆这干嘛呀 国王用的是这种的 还有这种的独有 可是这是现代的 我就觉得 把这现代的放在这里 按照这个模型 把原来的找出来 把这现代的去掉 也就是将来 你还是想找到这个 比较古老的这个火锅 然后这就是 给你一个提醒 哎 我要收集这样的东西 找到这个的古老的 哎 这不也认识 这是九葫芦 不不不不 画画 出来以后 我们牧康艺术团的 比如说我这个团的 民间艺人 钉的头上 要跳舞 这顶头上 来来来 我看看 来我给你拿着 来 走一个 比如说 行不行啊你 哎 我看那边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琴 这个琴就是 维吾尔族和杰克斯 最古老的一个 这是阿曼桑父亲看过的 这有五百年历史 哦 有五百年 那边你你你收着 别给你摔了啊 这看出来 这是都是骨头 搞出来的花 花样 哦 用骨头来做这个装饰 这是铜 哦 铜铁月子 这是第一代的情 伊利哈姆是如鼠家珍哪 什么人类早期使用的石刀 古老的鸟巢 以及汉唐宋 原明清时代的古壁 亮出这么些个宝贝 咱还真不能小瞧了人家伊利哈姆 这可是打着灯笼 也难找的刹车古国活化石啊 得 就它了 您还别说 这伊利哈姆一倒是 还真像阿凡提 要是弄头驴骑上 就更像了 这么这样 先让伊利哈姆 带我去卖驴的集市逛逛 集市啊 在维吾尔渝里 叫巴扎 刹车地处四绸之路的要塞 当地人呢 自古就有重伤 重伤 经伤的传统 在刹车呀 大大小小的巴扎 那是数不胜数啊 几乎天天都是巴扎日 一到这个巴扎天啊 方圆几十里的群众 纷纷前来赶巴扎 这也成了刹车人 一代一代 传下来的生活习俗 不过呀 这买卖家禽牲畜的巴扎呀 只在周日的时候才会有 您还别说 真让咱给赶上了 这一劲巴扎 那是牛生羊生 罗马生 生生助耳 人多车多 买卖多 多多益善啊 整个就是人欢马轿 您看那俩人欢的 啪啪的直拍手啊 刚才啊 我看那个卖牛的 卖羊的 他们在那儿 这个特别激动的 在那儿拍手 这是干嘛呢 这是 这就表达 男的看 大丈夫 说话算话 这声音说 最后的 他自己的意思吗 就表达 这个价格 他说定了 交钱 不是我看到那儿不轻的 他又到了 比如说 你说 买东西的 你说这五千元 我说 四千五行不行 你说 看不拉 看不拉就是 少了一点 你得加 你懂的意思 我就四千六行不行 四千八怎么样 还别的人 给他说 行了吧 行了吧 哎呀 给了吧 给了吧 做交易了 做定了 交钱 行 咱俩呀 现在 我 我不是学会了吗 学会了 那就去给你买头驴 我这个 我看上您的这个驴了 这驴多少钱呢 四千七 四千七 来 五百行不行 行不行 六百 看不拉 太小了 不是你是 多少钱了 一千 不是 不是 还不行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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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五 我也不胜了吧 一万 还不行 一万都不行 行啊 你行 我不行 哎呀 我说 这个 你少多少钱 不卖吧 最少多少钱 四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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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这个 就 就降一百块钱 不是 你旁边 你说说话 这让便宜点 两千 两千吧 不行 两千也不行 我说呀 它这驴太贵了 我们这经费没那么多 这么着吧 咱也甭买驴了 我要给您借头驴行吧 那好的 也可以 可以 这买卖不成 想走可没那么容易了 干嘛 别看呢 这驴脾气的 和感毛驴的人 挺好说话的 想什么来什么 这儿就有辆驴车 跟商商商量 你这个驴车能租吗 我们 无师行不行 是 成交 这小毛驴啊 也是个爱凑热闹的主 溜溜答答的 就拉着我们来到了 民俗手工艺品一条街 直奔动物饰品店 看来这个爱美之心呢 驴也有之啊 这个店的饰品太丰富了 甭管是罗马驴 还是羊猫狗 什么样的动物 在这儿 都能找到自己的所爱 您瞧 这头上带的 嘴上勒的 活上挂的 身上披的 脚上蹬的 从头到脚 那是样样拳呢 而且这些个饰品 一水的手工打制 那是做工考究 精美无比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既来之色安之 小毛驴啊 就给你打扮一番吧 这怎么弄 来你教教我好不好 怎么弄 老实点啊 打扮你呢啊 您瞧 这么一打扮呢 这驴啊 它虽说还是驴 可不是普通的驴了 也还是绝顶 漂亮的驴了 得 打扮好了你 你可得来我们 好好逛逛 这手工艺品一条街了 这不逛不知道 一逛挺奇妙啊 在这条街上 我们轻而易举的 就能找到 让人喜欢的 物美价廉 又很有意思的物件 哦 这是勺子和木碗 这都是您手工做的吗 哦 那么这个碗是用什么木头做的呀 你们也要学 核桃 核桃末 核桃末 那么这个勺子呢 这个勺子 新子末 哦 杏末 哦 那这个 这个勺子要卖多少钱呢 这个差不多 哦 三块钱 哦 勺子三块钱 那这个碗呢 这个二十五 二十五 哦 这倒子卖的不贵 而且您看这个勺子还非常的精致 尤其像这样的勺子 它中间呢 还镶嵌的有一些这个装饰品 那你做一个勺子 得用多长时间呢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做一只勺子 那碗是不是比较复杂呀 这个碗要多长时间呢 两小时 两小时 哦 那要二十五块钱 真不算贵 用这个木头碗 吃饭有什么好处 更香吗 这个胃好 第二嘛 这个汤它们快凉 哦 对胃有好处 而且呢 凉得快 凉得快 哦 手不热 哦 不烫手啊 这是最好的一个优点啊 手工艺品一条街 位于刹车县老城区 全长啊 一公里多 是全县手工艺品 展销的中心 这条街 那是匠人云集 各民间多胖和艺人制作的铁器 铜器 铜器 木器等手工艺品 琳琅满目 精品汇碎 整条街打铁声叫卖声 连成一片 好不热闹啊 这条街几经变迁 谁也说不准 它到底存在了多少年 但是匠人们的手艺 可都是足足备备传下来的 流传下来的 不仅仅是记忆 还有涓涓不息的生活智慧 哎 这家呢 是完全是手工 制作这个摇篮车的地方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啊 这个摇篮车的这个中心部位 为什么会掏了一个窟窿呢 小便 大便的时候嘛 没有 没有那种东西嘛 把这个放到这 就把那个布的嘛 你看 它相应的也有一个被置 套空的 这样的 你看男孩子嘛 这个这样放 这样这样放 它小便嘛就下去了 大便嘛这个地方下去了 我发现这个 婴儿摇篮车的设计是非常智慧的 这款摇篮车好像又不同了 他在这个地方 要设计了两根带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这个两个 这个带子的意思嘛 把小孩绑紧 为了他 小孩子控制不了自己的守护脚 光动就睡不好 把这个椅 把它绑紧 它就好好的安静睡着 第二个意思嘛 把他的腿直直的方 好好的给他按着 要是腿比较缺了嘛 他长大的时候就直直了 哦 就防止螺旋腿 对对 您瞧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摇篮 也能有那么多个说道 在这条街上吧 您随处可见的 不只是精美的手工艺体 更是维吾尔族人 无处不在的智慧和独特习俗 不信呢 您跟我去瞧瞧 有些个物件 您都未必能看出 其中的门道 哎 这些是不是也都是用手工打制出来的 就是 这是我们说铁匠布 这个手工艺搞出来的 哦 这是手工艺的水桶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洗手的 啊 洗手的 把它怎么着 怎么洗 把这个挂到墙上 咱们这边难道没有自来水吗 也有自来水 嗯 可是自来水洗手嘛 所以浪费水 哦 为了解水 一个解水的装置 哦 这是一个大水桶 大水桶 中水桶小的都有 但是我现在不太明白啊 这就是一个水桶 这怎么还会有一个锁别呢 你一别说 我猜一猜啊 因为咱们这个地区啊 比较干旱 水比较紧张 所以呢 这个水啊都是宝贝 赶紧给它锁起来 是这意思吗 不是 这不是解水的问题 这是为了水的干净 卫生方面的 卫生啊 干净 把它保存好 因为对于是吗 我们讲就 维吾尔酱特别严 要需要特别干净 他把这个锁上了吗 他不锁了吗 这个打开的时候 比如说小孩子 他喝的时候 不用那个用水的那个 你看 那个水饶 哦 不用那个 他直接就 要不然这样喝 要不然 喝了吗 睡就 哦 怕小孩子 自己打开 就那么就那么 直接喝 也有自然的涂鸦 这样脏东西 在水上 这样也能防止 小孩子掉进去 在刹车手工艺品 一条街上啊 我们看到最多的 就是铁匠铺子 这些能工巧匠们 打制出的各式生产工具 不仅实用性强 也还有较高的观赏性 我们看啊 像这样类似于铁铲之类的 当地人叫盖子曼的 还有这样的铁叉 啊 呃 加煤球的这个夹子 镰刀 包括那边的那个斧头 全都是手工制作的 而且他们这些手工制作的一些铁器啊 非常注重它的这个工艺价值 您比如说 看这个盖子曼的上面 也全部都是印有这个花纹 还有那个斧头 啊 上面都有花纹 这些精致的生产工具 就是出自这些铁匠之手 看垂起垂落 听叮叮当当 他们举手头足间 透着利与美的和谐 节奏风签 韵律有志 这哪是打铁呀 分明是演奏啊 得 咱也来奏上一曲 真是一曲打铁交响乐 现在呢我也来学习一下这个打铁的技巧 哎 你告诉我这个打铁 它这个要领是什么 哦 他也拿一把锤子 来跟我一起来来来来打铁 咱俩一人一下好不好 哎呀 太讲究了 我这准头还行吧 每锤都能打上 您听着日复一日的锤音 硬喝着千年不息的炉火 老铁匠把手中的锤交给小铁匠 就这样将千百年来的民族手工技艺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这下可是保罗尔福了 到刹车部听一听 十二木卡姆等于没来 古耶尔强盘国 也就是今天的刹车线 就是十二木卡姆大型音乐套曲的发祥地 在世界民族艺术史上 十二木卡姆被誉为是东方音乐文化的一大奇迹 是当之无愧的维吾尔民族的文化艺术的百科全书 已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强额一号飞天的时候搭载了三十一首乐曲 其中就有十二木卡姆的选举 今儿可是来着了 不过这茶馆里演奏的穆哈姆他能正宗吗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 这些都是我们撒车县的有名的民间艺术人 噢 上海担长领兴的成员 特别提醒的是那个中间的两位大哥 是否是国家这上海担长领兴 就放下吧 哇 咱们上这儿听人家这个大师级的这个演奏 你说这一壶茶也多少钱呢 哈哈 不要怕不要怕 这个一壶茶就是一块钱 不是一块钱就听这么一段 哎呀 太值了 他们在这表演的意思不是要挣钱 为了自己也欣赏也传承给别人宣传 就是传承过来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自娱自乐他们就喜欢演奏 自己喜欢别的合茶的人也喜欢 这两位大师都是自幼学习穆卡姆 代表着穆卡姆演奏的最高水平 机会难得 能不能让咱完整的听一遍十二穆卡姆呢 可以啊 你有时间吗 有啊 完整的表演十二穆卡姆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不是多少 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是啊 每一个穆卡姆表演需要两个小时 完整的表演出来需要二十个小时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表演十二穆卡姆的阵容太强大了 男男女女呼呼拉拉上了好几十倍 有弹的 有唱的 还有跳的 融合了音乐 文学 舞蹈 戏剧 等各种艺术语言和形式 难怪伊迪哈姆说呀 完整听一遍十二穆卡姆 得二十多个小时呢 就台上正在演出的 第十一套曲 那也是由十五支曲的组成的 听一遍 也得两个多小时 不过对于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族人来说 生命中已经离不开穆卡姆了 穆卡姆或七楚 或忧伤 或悲凉 或深沉 或热烈 或明快的曲调 伴随他们诞生 伴随他们成长 也伴随着他们一生的喜怒哀乐 到剧院里去听穆卡姆有些奢侈 但你呀 可以在周日的下午 到文化公园里 去享受音乐的盛宴 也许我的舞姿并不优美 舞步呢 也很难跟他们协调在一起 但是相信我们 伴着音乐起舞的快乐 却是相容的 共同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沙丘人是快乐的 快乐源于他们的质朴 简单和对快乐的执着 也正是因为这份执着 才使得发扎上欢快的鸡掌声 作坊里铿锵的叮当声 以及文化公园上空不绝于耳的歌声乐声 声声不息的传承下去 这传承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 祖辈留下来的习俗技能 艺术 更是不朽的历史和文明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 发现大美新疆系列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访问 央视网三农台来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屏幕下方的 乡土官方微博和我们互动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你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世通 新疆 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古老大地 新疆 天高地厚 壮美山河之中的 美好家园 新疆让人一次次流连忘返 发现大美新疆 近在乡土 下期敬请收看 发现大美新疆之乐在夜城 前面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